在这个美好的复活节 我要向身在世界各地的各位 表达我的爱 因为我们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都有着同样坚强的信心和信念 摩尔门经里有个精彩的故事 谈到一个年轻人 出生于有名的家庭 他名叫阿尔玛 经文形容他是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人 他能言善道 很有说服力 用谄媚的话说服别人跟从他 令人惊讶的是 一位天使向阿尔玛和他的朋友显现 阿尔玛倒在地上相当虚弱 只能无助地被抬回父亲家中 三天后他看起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后来他解释说 当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昏迷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思仍十分活跃 因为他想到一生中都轻视神的诫命 使他的灵魂悲伤 他描述当时的心思 一记起自己的许多罪过 就非常痛苦 并且身为永恒的折磨所苦 他在极度的绝望中 记起自己在年轻时曾学到 有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要来临赎世人的罪 接着他说出这句扣人心弦的话 我的心抓住这个念头时 我便在心中呼喊 耶稣啊 您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 当他呼求救主的神圣大能时 奇迹发生了 他这样说 我一想到这一点 就不再记得我的痛苦了 他顿时感受到平安和光明 他说 没有事物像我的喜悦 那样强烈那样甜 阿尔玛想到耶稣基督 并抓住这项真理 如果我们在实质面 使用抓住这个词 我们可能会说 正当他要跌倒的时候 他抓住了护栏 意思是 他突然伸出手来 紧握住了牢牢固定在 稳固基础的某件物体 在阿尔玛的例子中 他想到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 然后紧抓住 这个强而有力的真理 他凭着信心 对这项真理采取了行动 于是 因着神的大能与恩典 在绝望中获救 充满希望 虽然我们的经验 未必像阿尔玛那样戏剧化 但丝毫未减其永恒的重要性 我们的心也曾经抓住这个念头 想起耶稣基督 和他慈悲的牺牲 而我们的灵魂也感受过 随之而来的光明和喜乐 我们在灵魂深处 向望着耶稣基督 在这个复活节 我祈求我们会更刻意地 行朔强化和紧抓住 这个优先的念头 让这个念头热切地流入我们心中 引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并不断地带来救主之爱的 甜美喜乐 全心想着耶稣基督的能力 不表示我们只想着他 不过这确实意味着 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局限在 他的爱 他的生平教训 他的赎罪牺牲和荣耀的复活 耶稣绝不会被遗忘在角落 因为我们对他的想望 永远都在 我们祈祷 并反复想着 所有使我们更接近他的经历 我们欢迎神的意向 神圣经文和灵感赞美诗 进入我们的脑海 让每天忙碌生活中 一闪而过的无数念头 得到缓解 我们对他的爱 并不能庇护我们 使我们免于今生的悲伤和痛苦 但足以让我们 用远超自己的力量 度过挑战 耶稣每逢想念着您 愉快充满胸怀 若能到您面前安息 那是更加愉快 请记住 你是天父的灵体儿女 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 我们是神所生的 早在来到世上以前 你就已经具有自己个人的身份 我们的天父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让你来到世上学习 然后回到他身边 他拆遣他的爱子 以便透过他无限赎罪的大能和复活 我们得以克服死亡 再次活着 只要我们愿意运用对他的信心 悔改自己的罪 就能获得宽恕 并获得永生的希望 在此尘世中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 我们的思想和灵 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得以活着 选择 并且分辨善恶 我们的灵会获得圣灵证实的见证 知道神是我们的父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而他们的教导会引导我们 在今生获得幸福 来世获得永生 阿尔玛想到耶稣基督 他紧抓这个念头不放 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受派到世界各地出任务时 看到加增的灵性力量 临到那些像阿尔玛一样 用尽全力抓住这个念头的人 五年前 教会要我们使用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这个证券名称 借此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更加彰显救主 我们想到 耶稣基督 并抓住这个念头 更恳切地 说出他的名字 四年前 接着缩短圣餐聚会的时间 我们更加专注于领受主的圣餐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 并抓住这个念头 我们承诺要承受他的名 一直记得他 全球疫情导致了隔离 加上来跟从我课程的推出 使得救主的教导 在家中越来越重要 我们在一周之中 更常想到耶稣基督 并抓住这个念头 罗素纳尔逊会长教导我们 如何更清楚地听他说 而我们开始更认真地 精进自己辨认圣灵地狱的能力 由于我们的心 更坚定地抓住这个念头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 更清楚地看到主的影响力 随着好几十座圣殿宣布 新建和完工 我们更经常进入主的殿 获得他应许的祝福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救主 也是救赎主 我们已经抓住了这个念头 所带来的能力和极致美好 我们必须把注意力 集中在救主和他的福音上 如要努力在每个思想上仰望他 就要付出一番努力 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能透过我们对他的爱 看待目前周遭其他的一切 不太重要 令人分心的事物会渐渐消失 而我们会移除那些 与他的光和特质 格格不入的事物 当你想到耶稣基督并一心抓住这个念头 信赖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时 我应许你不仅会蒙福 获得上天的指引 还会得到天上的能力 那能力会使你在圣约中有力量 在困难中有平安 在祝福中有喜乐 几个星期前 我和凯西拜访了马太詹森和萨拉詹森的家 他们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 一幅美丽的旧主画像 还有一张圣殿的图片 他们的四个女儿 麦蒂 路比 克莱尔 和穷恩 开心地说得他们有多爱母亲 一年多来 萨拉已经固定预约星期六的时间 全家人到圣殿去 让女儿们能够参加洗礼 帮助曾活在世上的亲人 去年11月 萨拉安排12月最后一周的家庭圣殿日 但预约了星期四 而不是星期六 她对马太说 希望你不会介意 萨拉已被诊断 得了癌症 但医生预估她还能活上两三年的时间 萨拉在圣参聚会 分享过有利的见证 她说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全心爱救主 她还说 救主已经赢得了胜利 十二月 逐渐过去 出乎意料的 萨拉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她住进了医院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的清晨 她悄悄地走完城市的旅程 马太一整晚都陪在萨拉身边 她带着破碎的心 以及疲惫不堪的身体和心情 回到家中 和女儿一同悲伤 马太看了一下手机 注意到一则讯息 提醒她这次时间特殊的星期日圣殿日 那是萨拉为当天稍晚预约的教义 马太说 我刚看到的时候 心想 应该没办法参加了 但马太的心随即抓住这个念头 那就是 救主活着 我们一家人最想去的地方 莫过于他的神圣圣殿了 马太 麦蒂、路比、克莱尔和穷恩抵达圣殿 参加萨拉为他们预约的教义 马太脸上带着止不住的泪水 与女儿一起执行洗礼教义 他们深深感受到自己对萨拉的爱 和与她的永恒连结 也感受到救主的大爱 安慰和平安 马太温和地说到 当我深感哀伤和悲痛时 却因喜乐而高声呼喊 因为我了解天父美好的救恩计划 在这个复活节 我要为救主 无与伦比的如罪牺牲 和祂的荣耀复活 所蕴含的完整 绝对的真理作证 由于你的心 已经永远坚定地抓住这个念头 只要你在生活中更充分地 将注意力放在救主上 我应许你会感受到 祂带来的希望 平安和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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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